下面讲在美国如何改名 美国改名呢相对很容易 完全可以改 但是呢也有一些原则 其中最重要有三条原则 我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呢就是 你的名字改起来 目的是要合法的理由 不能恶意躲债 你把名字换了 说以后我以前签的钱都不算了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要追你收账的话 基本上追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和你的驾驶执照 所以你通过改名想躲债 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 第二个呢就是 你的新名字呢 不能侵犯人家的商标注册 你比如说你很高端 想起个名字叫爱马仕阿迪达斯 肯定是不会被批准的 再有一个理由就是 你改的名字呢不能让人有不好的想法 违背社会道德 或者是色情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想改一个名字叫旅游的游 叫游法科 那你反过来念就让人非常的恼火 这种名字绝对不能改 那么下面我讲一下 在美国呢 你想改名字通常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呢 就是通过结婚和离婚改名字 就是你去任何州的县政府 也叫郡政府去登记结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改你的名字 离婚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可以把原先改过的名字再改回去 也可以改叫别的名字 就是法官在那个郡法院的法官给你个机会 把你的名字改正过来 第二个呢就是要通过 你所在州的地方法院去改名 通常是各个州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程序也不一样 花的钱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在加州呢 需要填几个表到地方法院 这些表格填上去要交钱 由法官来批准 但是呢有些州像佛罗里达州呢 不仅要填表还要去按指印 要照相才能够改过来 有些州甚至要求你要登报广告给大家 这两个程序都是地方程序之外 我告诉大家一个免费 非常简移的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移民公民入籍 由移民局和联邦地区法院来改 这个呢是改的最便利又是免费的 就是你在填那个N400表时候第二页 它会问你要不要改名 你说yes 然后它会问你你想要什么样名字 你就随便填 last name first name 你随便填上去 那么移民局就会给你印一张纸出来 说你原先的名字是这个 现在要叫这个名字 你签字 他呢就报给他所在地区的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有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也好 或者是书记员也好 或者是法院也好 他盖一个印 盖个钢印 你的这个名字的改名字 包括你拿到的公民证名字 都改到你所希望的名字 那么这个希望的名字呢 就是出现在未来的一系列的文件当中 大家尽量不要改名字 因为改了名字 你回国之后 很多法律手续对不上 以前你出国的时候 你的身份证 你的户口本 最重要是你的银行账户 手机实名登记 包括房产 你的退休工资 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你原先的名字 你到美国 突然叫麦克 Franc 艾克 你这样 一改了之后 你回去之后 银行会遇到麻烦 房产过户登记 买卖会遇到麻烦 一系列的问题 让你头疼不已 所以我尽量不要改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